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四十四节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事为此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医病感贵 众人要留他下来 但是他清楚知道 自己奉差遣是为了传神国的福音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事为此 耶稣清楚自己的呼召和使命 是传天国的福音 所以他必须要去别城传 他不能因为众人欢迎他 要留他下来而就留下来 福音的功人是根据神的旨意行事 受神的差遣而行动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耶稣的第一步是在犹太的各会堂传道 他清楚每一步要做什么 因为他有清楚的人生意象 传天国的福音 传神国的福音 这个神圣的呼召和委托 不仅仅是天父给耶稣的 更是上帝给每一位他的儿女的 让我们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吧